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既然 卫庄兄和墨鸦已经出手 九出太子 就值时间问题了 嗯 没酒了 嗯 去 啊 子房 我去喝酒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是 张公子 事关太子殿下安危 九公子 是否有些拖大了 千成兄 我们这位九公子屡破奇案的诀窍 就是必须有美酒迎尊 看来九公子果然是名副其事 是 韩兄 留意这些士兵 不太对 欲前禁卫军 禁军 禁军何在 是 我有点明白 他们想交换的筹码了 姬无叶已经把王公的禁卫军也调动过来了 如果这是天泽想要的 那王公的处境就微妙了 不停 不停 那王公的禁卫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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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够挡住杀池的结果 这样的通金铁国 同样的部位承受城板上千载的准弃 即便是铜墙铁壁咬的分崩离析 鬼谷传人面对敌人也会下不了手 你的膝盖骨已经脱旧 再无可能胜我 你很忠心 但在选择主人上 不够聪明 不够聪明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是不是看到很多蛇 因为你踏进这山大门时就已经中毒了 屈鬼是心 告诉我 我要的东西具体在哪里 有 有意 你 或 或 于 鬼 兵 劫 道 藏 龙 七 修 左司马刘毅 他是当年韩国入侵百岳的主将之一 郑国贵兵借到没有讨还的血债 这一次一起清算 走吧 父王说是百岳在都城内作乱 外面不安全 又把我关在宫里 真没意思 不知道哥哥现在在做什么 没有 忍耐 唷 什么 我 有 他们 在都是 好快的伸法 是冷宫的方向 不是说让我陪你来喝酒吗 喝酒只是幌子 醉翁之夜从来就不是酒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王宫复礼堂皇 怎么还有这么一个 破败萧瑟的场所 这是一座冷宫 也曾经喧嚣一时 炙手可热 只是现在确实很冷 用来封存 逝去主人的记忆 逝去主人 确实 这里是郑国的旧王宫 原本属于一位 不可一世的君王霸主 霸主 你是指 郑庄公 郑国的第三代国君 春秋年代 诸侯中的第一位霸主 郑庄公在位期间 郑国强盛一时 他的光芒 甚至让大洲的天子 都黯然失色 而大洲自平王东迁 地位逐渐失位 对于越南越不听话的郑庄公 天子联合四国 予消去郑国分散 但天子邻军 却被郑庄公打得溃不成军 吴老师群子在王霸一片中点评 诸侯各自为政 进而崛起的春秋五霸中 到楚庄王问鼎中原 春秋就此 渐行渐远了 问鼎 九鼎 渔王亏天机而受神策 分天下为九州 及四方鬼神之力 铸造九鼎 九鼎 历经下 商 周 三代相传 天子威严之所 国家设计之中 楚庄王向大洲 询问九鼎之大小 轻壮 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提问 却是天下诸侯震惊 天子已死 猪王纷争 这女姑娘妙语 你说的这些 与郑国 郑庄公有什么关系 武霸虽强 但郑庄公的崛起 却是这乱世的开始 而这个起点 就在我们身处的这座冷宫 就算风光一时 却也不长久 很多人好奇 当年她快速崛起 成为霸主的力量来运 是什么 我也很好奇 你啰啰嗦嗦 东拉西扯说了半天 却没说 到底为什么来这座冷宫 我已经尽量 减冰喝药了呀 不是说 让我陪你来喝酒吗 喝酒只是幌子 举杯的目的 从来就不是酒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 怎么还加了个又呢 出这么大的事 你就不能正经话 我走了 这次打鬼主意的 不是我 而是夜幕 姬无夜 还有赤眉龙蛇天泽 那你放着太子不救 却跑到这里来喝酒 为什么呢 天泽的真正目的 在哪里呢 天泽大费周章 控制后来 以太子为人质 确实可以 如我们之前分析 将它释放出来的 很可能就是夜幕 天泽攻陷太子府 姬无夜 以营救之名 大举调动御前禁卫军 前去戒严 是不是有着某种默契 声动击息 他的目的 根本不是太子 如果天泽的目的是复仇 那么作为示威 他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 杀死太子殿下 就像他对待原本是本族的那些百岳难民 太子是一个筹码 所以你判断 反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太子殿下这样的筹码 似乎举韩国上下 能够交换的东西 已经屈指可数 他的目标是王宫 难道 是你的父王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推测 但我有一种直觉 可能他要的 还不止于此 而这座冷宫 正处在从太子府 到王宫的必经之路上 直觉 是属于女人的东西 但并不适合即将要死的人 一个即将要死的人 等待一个死过一回的人 这样的会面 不是也很有趣吗 死亡 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你很快就会明白 有趣的是 这段时间 我见了不止一个本该死去的人 很多本该死去的人 恰恰就在这座王宫 你是来复仇的 还是为了当年 断发三郎追寻的宝藏 我只是来证明一件事 什么事 种下了鹰 就会收获火 时间也埋不了真相 那你是否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死的因 而现在又被复活的果 我还活着 是因为我所承受的痛苦 还不足以杀死我 也因为有些人的可笑直觉力 认为每件事情都在他们掌控之下 在你看来 他们错了 在我看来 你们每一个人都错了 我并不一定是你的敌人 流沙不一定是我的敌人 但是百岳一定会摧毁所有的障碍 下次喝酒 记得千万别叫上我 你很在意他吗 很好 这就是你说的 不一定是我的敌人 凌杰你这样的朋友 没有这样的准备 未免是愚蠢的 什么 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了 还是真的愚蠢 狗公子 你的伏兵 只能加大力量的对比神兽 伤得正好 新兽 伤最长 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